大树也是想要国小分寸的家 参与贵宾陪同七堵国小的孩子们 透过彩色阅读器 阅读大树的秘密电子书 新鲜的阅读方式 孩子们好开心 前进基隆赞 元泰科技发起一起读出未来工艺专案 携手22家企业 捐赠超过千台的彩色电子书阅读器 给基隆39所国小 每台阅读器均搭载102本优质读物 元泰科技董事长李正浩是基隆人 他很开心有机会回馈家乡 那我们元泰是做电子池的 那我们觉得说 而且我又是基隆人 该回到我的家乡 该做一些贡献 那其实很开心 也看到谢市长做得这么好 那也应该要回来基隆做一些 照顾一些小朋友 因为我觉得阅读还是未来给小孩子 有一个机会 那尤其我自己也是经历 在成为基隆的小孩子 也是努力读书 然后也有这个机会 才能才有今天做到今天的位置 所以我觉得说 先能回来 到我的故乡来捐赠是应该的 电子纸主要的话 它是不商业 那这个不商业的话 是因为它不发光 那这是有经过哈佛工业学院去认证过的 就是说电子是不商业的 那第二个话 因为它也很省电 就不需要像手机跟平板一样 每天要充电 那电子纸的 电子阅读器的话 大概一个月充电一次 或两个月充电一次就好 因为它是以它换业的 业数来计算它的耗电量 因为它本身是不好耗电 只有在换业的时候会耗电 市长谢果良亲自致赠感谢状 感谢这次捐赠的各家企业 带领孩子们进入数位阅读世界 感谢源泰科技捐赠了超过1000台的 这个电子书阅读器给基隆国小的小朋友 那这个董事长也是在地的基隆人 而且这个公司现在做电子书 做得非常好 市值已经接近到2000亿的新台币 电子书其实就是一种显示器 也是一种面板 但是它就是比较不伤眼 比较适合孩子们的阅读 所以虽然现在看到很多电脑 萤幕 但是这些所谓的电子书 电子萤幕 其实相对于我们现在的电脑而言 是比较不伤眼的 现在大家都在谈要保护眼睛 所以电子书未来也是孩子们 阅读的一个重要的选项 那我自己刚刚也跟这位李董事长在分享 事实上我觉得电子书的 这个电子纸的应用以外 除了电子书 其实其他的形态的一个显示功能 也可以希望能够在基隆多一些运用 就针对这一点 我们还会有机会跟他在潜意讨论 但总之能够捐赠上千台的电子阅读器 电子书给基隆的孩子 那他也算是返乡来做一个公益 所以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市政府教育处长刘美兰 跟文化局长姜亭梅 也一起陪伴小朋友阅读电子书 现场所有的师长们 也都感谢参与企业的爱心 让孩子们能利用最新科技 享受阅读的乐趣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